还有今天在宜蘭河开滑的宜蘭市龙州锦标赛 预赛共有31队 分成4组要来争取晋级决赛的资格 明天的赛事一定也是精彩可奇 为了抢劲明天决赛 在今天的预赛当中 每队选手都是拼全力往前滑 希望多得胜利 而且河岸旁还有热情的啦啦队 为自己支持的队伍来加油 因为画面中 竟然只有一艘龙州在比赛 就算没有对手还是用力向前 经过了解后才知道因为对手弃拳 他们利用空档时间来多练习 因为另外一队弃赛 我们在起点的时候 他们下船到起点 我们就先判他 已经取得这场比赛的晋级 他们要求说要软身一次 我们就允许他们软身一次 因为在比赛时间范围内 没有影响到其他的赛程 市工所表示 今年分为四组共31队参加 尤其20号明天决赛 除了有更紧张刺激的赛事 也准备精彩节目 因此欢迎民众 趁着假日来到美丽的宜兰河畔 一起度过端午节 马赛就是一个东江是决赛 会起因有很多民众来这参与 以后面说风景非常漂亮 我们还要安排一些表演的节目 有乐团的表演 也有舞蹈的表演 也有传统技艺的表演 这有办法搭配 这个白両尊 我们在看影政策的表演 这个浪篷来看 这个华东的表演 这是参与旗下 希望说这样 整个我们这个両尊 会完成 来参与的民众 有更好的一个华东选顶 宜兰兄记者张丽琳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